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4日 昨天在美国又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那就是川普总统第二次被弹劾了 美国总统被弹劾在历史上本来就很少见 连川普算在内总共也就三个总统被弹劾 而川普居然被弹劾了两次 距离他上一次被弹劾才有一年 那这两次的弹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上一次的弹劾 众议院是提出了两个弹劾条款 一条是说他滥用权力 那指的是他给乌克兰总统打电话 以给军员作为交易要求他来调查拜登 第二个条款呢 是说他妨碍国会 这个指的是呢 国会听证的时候叫证人或者要材料他都不给 那这次的弹劾只有一个条款 但是呢要严重的多 那就是煽动推翻美国政府的叛乱 那当然指的就是六号的时候他煽动他的支持者去攻打国会 第二呢 这次的弹劾呢 时间是非常短的 上一次的弹劾走的是很正常的程序 提出要弹劾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由司法委员会来举行听证 叫证人过来 然后最后呢 才是在众议院呢 全体表结 所以上一次呢 这个程序呢 就走了有差不多半个月 而最次的一提就弹劾马上过几天就表决了 连那个委员会来举行听证都没有 那这个呢 也是因为你川普马上就下台了 然后众议院的民主党就这样说 这事情很紧急 这虽然他马上要下台了 但是剩下的这段时间都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出来 所以呢 要尽快启动弹劾程序 把他罢免下去 所以其他的步骤就全都远了 非常的迅速 这个呢 在历史上呢 也是没有的 这么迅速的弹劾一个总统 还有一点不同呢 就这次的弹劾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就所谓两党都支持 上一次的弹劾 这个党 这个党 党派 党性之争 党派之争呢 是非常的明显的 民主党几乎一致的支持弹劾 共和党呢 一致的反对 支持弹劾的一个都没有 原来有一个共和党是支持弹劾的 但是呢 在弹劾之前呢 他退党了 变成了无党派人士了 所以呢 就没有一个共和党支持弹劾 但这一次呢 除了民主党一致的支持 共和党呢 也有十个人呢 是支持弹劾的 这十个人里头呢 分量最大的 是叫做 利支沁宁 她是那个 以前副总统 沁宁的女儿 她是共和党 在众议院的会议主席 这个呢 是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三号人物 一号人物呢 是共和党领袖 现在是少数派 就叫少数派领袖 二号人物呢 是共和党的党编 那三号人物呢 就是这个会议主席 所以他也算是 共和党的领袖了 那一个共和党的领袖 支持弹劾 那这个呢 分量就很大 所以在辩论的时候 那些民主党的 议员纷纷的引用 利支倩尼 在声明里 对川普的指责 认为说 川普就应该被弹劾 你看连你们的领袖都支持 你们其他的共和党预言 也应该支持 还有一点呢 上次的弹劾呢 共和党不仅是一致的反对 而且呢 一致的替川普辩护 认为呢 川普就不应该被弹劾 甚至认为呢 川普打了那个电话 是很正常的电话 根本就扯不到什么 滥用权力 一个一个呢 在辩论的时候出来 都是骂民主党 说你们这个是在猎物 是要迫害川普 川普是没有过错的 那这次呢 就不一样了 辩论的时候 站出来替川普辩护的 这个共和党预言 是很少的 不是没有 但是很少 那大部分的共和党 都不愿意替川普辩护 他们虽然大部分是反对 谈劾的 但是呢 他们找的是别的理由 就是说 我们 我也认为说 哦 川普应该被弹劾 那他的确是错了 但是呢 他马上就要下台了 过几天就要下台了 就没必要弹劾他了 就想要放过他 我们就通过一个 谴责他的决议就好了 现在是要团结 不要分裂 你们民主党要搞弹劾呢 是制造分裂 会把川普的支持者 又给煽动起来 还有的人呢 他对 也不替川普辩护 他反对弹劾的理由 是从程序上来的 说你们民主党 搞这个弹劾太仓促了 都没有经过 开这种听证会 也没有经过委员会的讨论 然后呢 一提出弹劾 马上就全体表决 所以他是从程序上来挑毛病 但是呢 就不愿意来为川普辩护 这也可以说明川普 的确这一次 即使是在共和党内部呢 也搞得很不得人心的 所以弹劾通过呢 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这个呢 是没有意外的 但是呢 美国他宪法规定要罢免 一个总统 不只是说弹劾通过了 就可以了 这弹劾是在众议院做的 美国是搞两院制 弹劾完了以后呢 众议院要把这个弹劾的条款 送到参与院去 然后参与院要对川普进行审判 然后呢 由参与员来投票 表决要有三分之二的参与员 同意 说 罢免总统 那么 总统呢 才会被罢免 所以呢 按照美国宪法 这个设计呢 参与院 在这个弹劾的过程中呢 他相当于 一个检察官的角色 大家参与院 中医院表决通过了 相当于是一个大陪审团 表决通过了 说应该起诉 然后起诉总统 所以弹劾相当于呢 就是起诉总统 参与院 类似一个法院 起诉到那里去 然后由 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来当法官 当然他这个法官 在弹劾 在审判 弹劾审判中 这个法官 他跟一般的法院的法官不一样 其实没啥权利的 要这个弹劾要怎么弄 要不要找证人 要找什么证据 都是由参与院投票来决定的 那参与院呢 的这些参与员 类似一个陪审团的一个角色 那最后就是投票 然后决定要不要定罪 就是这个罪名能不能成立 然后就把它给罢免了 因为要有三分之二的参与员同意 那这就非常难的 在中医院的弹劾 只要有简单的多数就可以了 这个票数过了一半 那弹劾就算通过了 但是在参与院要三分之二通过 这个就比较难 很难 历史上没有过 参与院目前来说呢 是共和党占多数 但是呢 你这个弹劾可能 很可能就是要拖到拜登上台 那时候参与院就变了 就换届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参与院的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也说了 说我们现在这个参与院 是在休会期间 是要到19号才重新开会 那从19号才重新开会 所以你众议院要把这个弹劾条款 那天送过去以后 我们才能够开始审讯 开始审判川普 但是20号拜登就上台了 那上台以后 副总统哈里斯也上台了 那这样的话 就整个就变了 那就本来现在是50个民主党 50个共和党 哈里斯作为民主党的副总统 还有一票 所以呢 民主党就变成了参与院的多数党 那就相当于交班了 换了 而且按照参与院的规定 这个弹劾总统的审判是头等大事 你终于院一旦 把这个弹劾条款送过来了 那么呢 其他的工作都要停 就要开始审判川普了 那这个是不是拜登案里看到的 因为他一级五职 那么呢 他就有希望说 参与院快速的 通过他的内阁成员的确认 那但是你如果也启动了 这个审判川普的程序 这工作都得停了 就会受影响了 所以很有可能呢 就民主党的众议院 众议院虽然通过了弹劾 但是呢 佩洛西议长就不着急把这个弹劾条款递到参与院去 你什么时候递这个是没有规定的 就像上一次弹劾川普 他是拖了一个月才递到参与院去的 所以他完全有可能要等到拜登已经就职100天 该确认的那些内阁成员都确认通过了 参与院没啥事干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弹劾条款递过去 然后再启动这个审判的程序 那我刚才说了 你这个要定罪 在参与院审判要定罪是很难的 因为要三分之二的参与员同意才可以 现在参与院是100个人 那就是要67个参与员同意才行 民主党是有50个参与员 那就意味着要有17个共和党参与员同意定罪 那这就很难 不过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因为跟上一次谈的不一样 上一次参与院支持谈和川普 给川普定罪的只有一个罗姆尼 因为那个时候川普还是总统 还大权在握 而且呢 大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连任 是有可能连任的 所以共和党的参与员也怕他 要替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 不敢公开的反对他 只有罗姆尼这种他无所谓 反对他 所以很少 那这一次呢 你等到审判的时候 等到要投票的时候 川普已经下台了 所以已经没啥权力了 那么呢 就敢反对他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就多了 现在呢 已经有四个 至少有四个参议员 是公开的表示 说川普是应该被弹劾的 这个上一次就不一样了 上一次那些参议员 共和党的参议员纷纷地表示说 还没投票 还没审判 就都纷纷地表示说 川普不应该被弹劾 这个实际上是不正常的 相当于一个案子还没审 他们就说他是无罪的 那这一次呢 就没有 我没见到有哪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 出来替川普辩护了 就也支持他了 那个参议员都不吭声了 那反而有四个参议员 已经公开了出来谴责川普 所以至少有四个人 有可能是给他定罪的 这里当然最关键的人物 是共和党参议员的领袖麦康奈尔 他据报道 他私下跟他的助手说了 说他是支持弹劾的 很高兴众议员能够弹劾川普 因为他这次被吓得不轻 而且他现在也急着要跟川普切割了 他的老婆赵小兰不是来辞职了 辞职之前还批了一顿川普 就是已经跟川普掰了 所以他私下是支持 但公开的他不说自己支持 也不说自己反对 而是说要看你们参议员递上来的这些材料 在经过审判以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支持 把川普给定罪 这个跟上一次就不一样 上一次他就还没审判 他就已经公开的表示说川普是无罪的 你们这个弹劾是乱搞的 所以形势就已经变了 如果说麦康奈真的想把川普定罪 那么他影响力很大 就有可能拉过一批共和党的参议员 也来给川普定罪 然后川普就有可能成为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成功的定罪 弹劾然后定罪的总统 又创了一个记录 那即使川普被定罪了 那那个时候他早就已经下台了 已经是拜登当总统了 所以不可能说真正的把他罢免 所以你这个把他定罪 究竟有什么作用 这个是有的 他虽然已经下台没法罢免他了 但是你如果把他定罪了 那么他就 首先他就失去了 他作为一个前总统的各种待遇就没有了 他的30万美元的年薪就没了 他一年作为一个前总统 一年还有一百万的旅行的经费 是可以报销的 这个也没了 他作为前总统 还这些特勤人员还要去保护他的 那这个也没了 所以他的各种待遇首先是没了 这个可能还不算是很大的事情 更大的事情是什么 就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如果被弹劾成功了 被定罪了 那么参与院可以再表决一下 来禁止川普以后出来进贤 就是剥夺他的被选举权 这个只要简单的多数通过 就可以不下三分之二的票数 那这个实际上就很重要了 因为对于民主党来说 是不愿意川普再来折腾一次 那共和党来说呢 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他再出来折腾一次 甚至呢 有好多的共和党 他们自己都想着 2024年要参与竞选总统的 那么你们如果说禁止了川普出来竞选总统 对他们当然是有利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相当多的共和党 其实呢 是希望川普被定罪 然后禁止他出来竞选的原因 所以呢 川普是有可能 这回被谈合要有可能 还被参与院定罪 被禁止 说再出来竞选总统的 那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有的 那如果说川普还是没有被定罪 还是没有能够争取到17个共和党的参议员 同意把川普定罪 那么去弹劾他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那当然很大的方面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那首先呢 你从法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你既然发现了犯罪 那么就应该去追究 那我刚才说了 这个众议院在弹劾这个程序过程中 他相当于扮演的是一个检察官的角色 那么你现在检察官发现了有人犯罪了 虽然这个犯罪人马上就要下台了 虽然这个犯罪人可能在法院里头有关系 你起诉他 有可能是定不了罪的 但是呢 你不能说因此就不去追究他的犯罪了 你这检察官呢 是应该做到看到违法的就必究 所以这从法治的这个角度来说 是应该弹劾川普的 其次呢 一个总统被弹劾是很大的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耻辱 是一个很大的误点 这美国这么多年的历史了 快250年的历史了 也只有三个总统被弹劾 一个呢 是林肯的副总统 安德鲁·伊汉逊 总统林肯被刺杀以后呢 他当上纪任了 当上总统了 但他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统 后来呢 也被弹劾了 差了一票呢 被罢免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 克林顿 这个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污点 虽然他当时因为莱文斯基事件 被弹劾的时候呢 还获得了很多的同情分 但是从历史来看 这是他的一个污点 因为你一提起 总统一介绍 总统介绍到克林顿 那首先要介绍就是说他是被弹劾过的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污点 对他的名声还是有影响 但对川普更不用说了 那现在川普现在不仅是说被弹劾 而且是被弹劾了两次 这个就创了一个历史记录了 美国历史上有过被弹劾的总统 从来没有过说被两次弹劾的总统 那所以以后对川普的介绍 那最明显的一条最大的亮点 那就是说他是两次被弹劾的总统 美国的小孩以后要写这些美国总统 但写到川普肯定都要写到这一条的 就相当于用中国人的话 他就上史书了 一错万年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 就是对于川普来说呢 他的历史地位就这么被定下来了 就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这就肯定是公认的了 以后肯定是公认 现在大概川普 川普们都不服气 所以他是最伟大的总统 但是呢 就从历史来看 他肯定是最糟糕的总统了 已经空权了 很可能还绝后 所以这个是谈和川普的第二个意义 第三个呢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也是民主党的一朝旗 因为一谈和川普 这个呢 就让很多共和党很难把 相当于把一个难题交给他们的 那些共和党的议员 如果说支持谈和川普 那就会得罪了川粉 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是很看重川粉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民的基本盘 但是你如果反对谈和呢 那又会得罪了其他的选民 特别是中间的选民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认为说 川普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是应该被弹劾的 所以对于共和党议员来说 你该支持还是该反对 这个呢 就很麻烦 那就对他们来说呢 这是很棘手的一个难题 都有可能呢 对他们以后的暂选连任 可能都会产生影响 还有呢 他引起了共和党的分裂 跟上一次谈和不一样 上一次共和党是一致的反对 但是这一次我刚才说了 实际上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 是支持谈和的 但大部分呢 共和党又是反对的 然后呢 这个就分裂了 像那个刚才说的 那个立志倩尼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三号人物 由于他支持谈和 那么现在呢 就有相当一批的共和党众议员 要求他辞去会议主席的 这么一个职务 就对他不满了 认为说你不能代表我们共和党了 但是他同样有一批支持他的 众议员来替他辩护 而且他坚决不辞职 这样的话 共和党就分裂了 本来共和党 对民主党来说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都是比较团结的 民主党讲究多言话 本来是不太团结的 但共和党一分裂 他本来就变成一身少数党 没分裂 那么呢 以后对他们的选警呢 那就不利了 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也很关键 这个谈和议通过了 川普煽动叛乱 相当于呢 是已经被众议院给认定了 那么各地的政府 各个机构 各个公司 甚至各个个人 就都可以以这个为由 来切断跟川普的合作 以后不跟他合作了 很多公司都已经表示了 甚至呢 已经有的合作 已经有的合同 我也可以 以你川普煽动判断为由 不遵守了 要终止 提前终止合同 像纽约州 纽约市 纽约市的政府 已经宣布了 他本来跟川普公司 有一个合同的 一年有一千多万美元的 这么一个合同 现在宣布了 因为你川普煽动叛乱 所以呢 我们把取消这个合同了 那还有的机构 像纽约的 那个女同志军 他们本来是在川普的大厦 租了办公室的 是15年的租约 现在呢 要求取消了 也不干了 那你川普 你还没法去告去 你去告的话 人家有震荡的理由 你这个是已经被 众议院认可的 一个煽动叛乱的人 法院呢 有可能是支持 说这个取消合同的 所以他呢 就很难办 要丢掉很多的 这种商业的机会 这个对他的品牌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 因为川普的那个品牌 他实际上呢 是主要针对的是精英的层次 是奢侈品的这种品牌 这是他赚钱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呢 大家都那些精英诚的 都纷纷要跟他切割了 那对他的生意影响是很大的 你指望不了那些川普的支持者 因为川普的支持者 是以社会底层的人 以穷人为主的 消费不起川普的那些东西的 那些服务的 也不可能说跑川普大厦 去租一个房子 或者不可能去住川普的这种宾馆的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当然川普呢还很多 他们愿意给川普监款 但是呢比较麻烦的是 现在那些网上处理信用卡支付的公司 也切断了跟川普的关系了 不愿意替他服务了 所以现在川普的那些金钱网站 他没法在网上通过信用卡来收捐款 你要给他捐款 只能寄支票给现金了 这个就很麻烦 很不方便了 所以这个对他的打击也很大 不只是这种处理信用卡的公司 银行现在也切断了跟川普的关系了 所以你像那个德意志银行 以前是极少数愿意给川普贷款的 现在他们也不给他贷款了 川普呢有好几亿的贷款 是马上要还了 他现在没钱了 还不出来了 没人给你给他贷款了 然后商业呢 又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破产了 很有可能还要破产了 很有可能要去卖地产了 卖不卖他的高尔夫 那些会求的会所了 甚至呢 还有银行 是他的个人存款的银行 川普呢在那里有战 有户头的 存了好几百万美元了 现在那个银行也宣布说 要把他的账号给关掉 不给他服务了 因为你煽动叛乱 我们不会用 煽乱叛乱的犯罪分子服务了 他官员 他官员不会把钱没收了 他钱都会退给他 只是说你不能再用我们的银行了 所以搞得 川普也许要 要跟那个香港的林特首一样 都必须要用现金了 因为没有银行 愿意给他户头 替他服务了 所以呢 他受弹劾这事呢 不仅说很可能让川普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连他的经济生命都有可能要结束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